2018年温室 建造一棟大約53坪的房子 整棟房屋主結構都是在建築基地現場列印組裝 房屋的材料成本只要6000美元 大約台幣180萬左右 換算成每一坪建築城市也認為這輩子一定要有個自己的房子 卻看到逝去的房價都幾千萬起跳 瞬間幸灰意冷 還問了問自己幹嘛那麼努力 以現在的房價來說一般人的收入根本摸不到邊 而且很多新聞還好心的幫你算好了 上班族要不吃不喝好幾十年才買得到房子 房價到底什麼時候才會跌 這集要來講 可能讓房價暴跌的3D列印房子 大家好我是尚恩 如果你對商業知識投資理財自我成長的內容有興趣 只要訂閱我的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每週更新就會第一時間看到新影片喔 首先要來提到3D列印房子是怎麼來的 我們都知道3D列印技術除了可以印出基本的模型 食物或人體器官 在最近幾年要印出能遮風避雨的房子也不是問題了 一名土木工程教授曾經在2012年的一場TED演講中 預言未來可以在不到20小時內蓋完房子 而全世界第一個3D列印房子於2014年中國誕生 當時在上海只花24小時蓋出10棟平房 不過方法是將房屋零件分別印出來 然後送到現場組裝起來 那難道只能靠組裝嗎 看起來只是建造速度變快而已 有沒有更省成本的方法 於是有一間公司因此誕生了 就是位於美國舊金山的新創公司 EPISCORE 發展出一套經濟又實惠的解決方案來打造房子 這間公司在莫斯科當作首次適應的場地 這是3D列印不是看電影的那種適應啊 這台3D印表機的外觀像是一台小型其中機 不像一般的3D列印都是用塑膠 蓋房子就以水泥作為列印材質 這棟圓形外觀的房屋是 EPISCORE第一個測試的作品 400平方英尺面積的房子 透過印表機一層一層塗上水泥 包含客廳、廁所、臥室等完整格局 花了不到24小時就完成基本結構及外牆 完成後接著就會移除機器 換建築團隊開始安裝窗戶、水管、屋頂等其他設備 整個房屋在當時也順利的用3D列印技術蓋完了 那你會想難道都沒有遇到困難嗎 例如機器卡住或萬一蓋錯了怎麼辦 但其實因為它是電腦就已經設定好建造模型讓AI去操作的 只要設計圖沒錯 基本上是電腦AI不會有人攻擊落或出錯的 那當時他們第一次用3D列印蓋房子的困難是什麼 EPISCORE團隊表示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其實是溫度的控制 因為莫斯科當地的敵溫會影響水泥的狀態 因此必須在印表的機周圍搭起帳篷來阻擋寒風 以他們的回答看起來基本上只要克服了 阻擋機器運作的困難 其他的難題都不會太難 這也是這項技術為什麼可行 那麼3D列印房子能多省錢呢 當時EPISCORE團隊在這一波適應 整體花費值花了大約1萬美元 另外建造成本最高的部分其實不是水泥喔 花費最多的反而是那些門還有窗戶等等 而且整體建築可以維持175年 但這只是根據他們所說的也不能保證那麼久 畢竟我們還有天渣還有各種人為的破壞等等 能不能真的撐175年就要等175年後來證實了 但大家最關心的應該是 什麼時候才會量產低成本的3D列印房屋呢 目前已經越來越多的建築公司引進3D列印技術了 其中美國紐約建築公司SQ4D 他們研發的3D列印ARCS技術在2018年溫室 建造一棟大約53坪的房子 整棟房屋主結構都是在建築基地現場列印組裝 房屋的材料成本只要6000美元 大約台幣180萬左右 換算成每一坪建築成本只要台幣3萬多而已 而且更特別的是 傳統建造一間房子至少要好幾個月或以年來算 因為SQ4D公司以3D列印的ARCS自動機器人建築技術建造 房屋新建從無到有共花了8天完工 但是3D列印只要48小時 居然只要花兩天就能蓋完了 而且因為3D列印只要三個人就能蓋好一間房子 可以減少70%的建築成本與建築時間 房屋還具有防煤和防火能力 也能承受惡劣的天氣 但是講了那麼多優點 例如縮短建造時間 這項技術保證了低耗能、低成本和建築廢料的減少 3D列印房子還是有缺點的 目前3D列印的房屋大多是以1、2樓房屋為主 它還沒辦法挖地下室、打地基 這項技術目前也還沒辦法建造樓層太高的房子 像一些高樓大廈、公寓大廈等等 目前只能建造到國外常看到的平房 而且其實成本高 把3D列印機器帶入建築行業要求的初始資金 非常高 很多公司都因為這一點面臨著挑戰 所以若想要3D列印房屋讓房價越來越便宜 可能需要研發更完整的技術才行 那麼3D列印房子未來發展如何呢? 目前在杜拜已經計劃到2025年 這個城市中25%的新建築都用3D列印技術完成 這項計劃主要在推動阿聯酋和杜拜成為3D列印技術中心 並讓杜拜成為在民用3D列印建築領域的領頭羊 與此同時 NASA也舉辦了一個比賽 來鼓勵建築師和工程師去探索外太空進行可居住建設的可能性和方法 比賽獲勝者開發了一個由鹹五元構成3公尺高列印試驗瓶 鹹五元是來自火星的天然材料 可以進行生物分解和循環利用 3D列印房子也是火星制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知名建築的基礎 那話題回到我們生活中來看 3D列印房子會對房價造成影響嗎? 目前3D列印技術只能蓋出平房的關係 不太容易影響市中心交通方便的區域房價 其實市區的高房價已經不是單純降低建造成本就能解決的 其中影響的因素實在是太多了 政治、稅金、地段、市場需求等等 比起市區的房價 在郊區或鄉下的平房更可能因為3D列印技術 而整個房價大幅下調 你是不是也很期待人人買得起房子那天的到來呢? 但可惜的是台灣是屬於超多地震代的國家 並不那麼適合3D列印的房子 因為地基是關鍵要素 而且還要有更多技術上的突破來克服這一點財心 另一方面現在全球有超過10億人沒有安全的住所 有了3D列印技術 確實可以給無家可歸的人提供住房解決方案 幫助更多住在平民窟的人民 現在也越來越多的團隊加入3D列印房子的行動 儘管建造房子的目的各不相同 但也為3D列印在建築上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當然有些人認為3D列印難以取代傳統建築方法 跟其他任何創新一樣 它距離成為一項可行 有持續性 並被廣泛使用的技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你也期待3D列印讓房價暴跌嗎? 留言說說你的想法吧 來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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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